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如果你在十年前问我 你的手机有没有电脑快 我可能会觉得你这个脑子有点问题 但是今天这事儿还真不一定 手机芯片这十年来真的是突飞猛进 年年剑拔弩张 竞争不断 一些高端的移动芯片甚至已经摸到PC的屁股了 而在中端市场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每个月不断有厂商推出新的SoC 每家都说自己的芯片更牛逼 那么到底谁的性能更牛逼呢? 谁的功耗又更低呢? 我们身边的这些移动设备到底有多快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花了超过7万块钱 找来了65台各种各样的设备 其中大多是手机 当然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来办一场SoC大战 看看他们的表现到底谁强谁弱吧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参赛选手 首先是苹果阵营 从2013年的iPhone 5s A7芯片 一直到今天的A13芯片 每一代iPhone的芯片我们都准备了 包括平板上的A10X、A12Z这些都安排上了 然后高通阵营 从臭名昭著的骁龙810到经典的835 一直到今天的865 包括中端的7系列 还有6系列 还有低端的439也都给安排上了 华为这边从麒麟的950开始 往后每年的高端、中端、低端的710F全部都有 联发科我们就挑了几个典型 当年著名的一核有难九核围观X20 坑了魅族的X30 现在中低端的P系列 还有G90T 还有高端的天机系列 对吧 我们都搞来了 三星的猎户座 当然也不能落下来 从最经典的7420 一直到今天的Exynos 990 我们全部都会测试 除此之外还有像小米的盆盘S1 紫光的S19863A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电视盒子 比如树莓派 比如Switch 为了测试 我们都刷上了安卓系统 给大家见识见识 最后 咱们还准备了一台Surface 搭载i7-1065G7 可以大致对比一下移动端和轻薄本的差距 咱们先来看看CPU的性能和功耗 CPU的性能 我们主要参考Geekbench 5的表现 而功耗的测量方法比较的复杂 我们用Pathmark的浮点测试来烤机 先测量出CPU满载时的整机功耗 然后我们单独去测量屏幕以及其他元件 比如说如果有风扇的话 就测风扇的功耗 用整机功耗 剪掉这些其他元件的功耗 算出芯片的功耗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算是同一款芯片 也可能会有很多台机器搭载 尽管我们已经尽量去控制变量了 但是不同的机器的调校上面 总归会有一些细微区别的 你比如说同样是苹果 对吧 A11在8P和10上的表现就会不太一样 我们测试是某一台机器的情况 所以仅供大家参考吧 首先来看看手机端的旗舰阵营 苹果的A13目前仍然是手机端最强的处理器 它大核超了屏 小核换了架构 所以A13相比A12的单核和多核都有一定的提升 尤其是小核性能 浮点性能进步不小 再一次拉开了和安卓阵营的差距 当然了 A13的功耗也不一般 这一代的浮点大幅提升后 CPU跑浮点测试的峰值功耗也水涨残高 如果你现在在用A13的机型 当你干一些脏活累活的时候 你就会明显感受到你CPU的温暖了 不过相比以往的苹果芯片 A13的性能提升已经不算大了 在苹果的历史上 CPU提升最大的是A7、A9和A11这三代 尤其是A11 A11不仅第一次是大小和全开 更是把IPC提升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真正和高通拉开了差距 直到今天A11的CPU部分依然非常强劲 苹果在芯片上遥遥领先 但是高通并没有因此而着急 今年的骁龙865 其实还是一次比较常规的升级 865的大核从855的A76更换成了A77 小核还是基于A55 由于ARM这两年还算给力 所以用上了A77的865 CPU部分尤其是多核的表现还算不错 勉勉强强能够跟上A13的步伐 但是单核的差距依然很大 苹果的爆发力很强 那865的单核在频率这么高的情况下 也只是基本接近A11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两年虽然说ARM在奋起之追 但是哪怕最新的A77架构 其实在IPC上依然是差了苹果一大截的 纵观高通这几年 自从脱离了骁龙810这个大坑之后 旗舰芯片的CPU部分其实是在稳步前进的 每一年都会稍微提升一点 但是大趋势上它的进步真的是越来越慢了 以前一代可以提升50% 现在有个20%都谢天谢地了 好在功耗上面 最新的高通旗舰表现还可以 CPU功耗再也没有出现以往翻车的情况了 更进一步说 我觉得高通这两年反而有在非常精准 非常刻意地去控制功耗 感觉当年的骁龙810真的是把他们搞怕了 现在越来越求稳为先了 再来说说华为海思的麒麟 因为没有用上最新的A77架构 再加上比其他几家都要早出一些 所以麒麟990 5G在目前的几大旗舰里 CPU性能是处于落后位置的 多核介于855和865之间 而它主要的劣势是在单核性能上 由于没换架构 990单核性能基本没有比980强多少 不过麒麟也有一个优势 就是低功耗 得益于台积电7nmEUV工艺的采用 990 5G的CPU烤机功耗只有4.5W 相比865的4.8W更加的节能 这个几乎已经和高通历史上最省电的835一样低了 纵向对比以前的麒麟芯片 你可以看出来 华为的节能也是从近两年才开始的 更早的麒麟芯片在能耗比上并没有什么优势 一直到麒麟980电源优化终于有了质的飞跃 接着呢 是时候来看一张久违的面孔了 联发科 在高端啊 好久没有听到发科的名字了 自从X系列高端失利之后 联发科只能专注于中低端 供应一些不太上档次的产品 卧薪长奶了这么多年之后 现在终于又有了一枚高端芯片 天玑1000家 4颗2.6G的A77 加4颗2G的A55 搭配9核G77的GPU 这个已经是发科历史上堆料堆的最狠的一次了 为了控制功耗 发科对缓存做了阉割 所以单核性能作为A77来说 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总体来看 天玑1000家的CPU 仍然有接近70990 5G的性能 我觉得非常不错了 功耗方面不出所料 发科的手艺比起高通华为还是逊色一点的 天玑1000家的CPU功耗比865还略高一些 不过也谈不上翻车就是 我觉得这个能耗比还算勉强的凑合吧 安卓四大旗舰的最后一位就是三星了 三星这两年对自家的Exynos芯片是遮遮掩掩 我们国内消费者接触的也不多 因为如今只有欧版S20系列才使用Exynos 9990了 我也是费了挺大的劲 专门搞来了一台欧版 测完我差点没吐血 我只能说还好国行用的是865 Exynos 990是两颗2.73G的自研猫右M5大盒 加两颗2.5G的A76 加四颗2G的A55 使用三星自家的7nmEUV工艺 这两颗猫右其实峰值性能还是不错的 单核可以打过A77 但是Exynos 990的多核性能非常拉垮 甚至不如上一代高通855 更不用说另一个990了 那为什么规格这么强却发挥不出来呢? 你看一眼功耗就明白了 Exynos 990的CPU满载功耗高达7.8W 相比865多出了50%以上 甚至比苹果的A13还要高出一截 它的峰值性能根本撑不了多久 我用这台欧版S20 Plus的时候也感受到了 手机的发热非常严重 体验跟865差了很远 实际上Exynos的功耗翻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两年前的9810就因为高频下能耗比太差 全开的时候只能把大核从2.7G降到1.8G来用 才勉强压住 后来的9820更是在我们测试中标到了8.9W功耗 就差赶上骁龙810了 这样看下来也难怪三星下一代会选择放弃字眼核心 专注于ARM公版了 这种字眼你说谁吃的小啊? 看完了CPU部分 我们来看看这几大旗舰的GPU GPU我们会做GFXBench 5.0 ASTAC RUINS的分值性能测试 和光明山脉的降频测试 如果比较分值性能的话 你猜猜看苹果的GPU领先高通多长时间啊? 答案是将近两年啊 2018年的A12 GPU分值性能依然强于现在的865 如果说CPU高通还能勉强跟上苹果的话 那GPU真的是望尘莫及了 当然了 苹果这么高的GPU性能也是由高功耗换来的 11 Pro Max的A13在运行光明山脉的时候 峰值功耗能达到8.3W 而XS的A12更是高达10.5W 远远高于高通阵营 其实苹果GPU的这种爆发性策略 你可以理解成氮气加速 在需要的时候来上这么一贯 对于一些短期的图形需求 比如说系统动画的响应这些 还挺有用的 但如果长期玩游戏的话 我们来看降频曲线 那么高通还是稳如虎啊 尤其是这两代高通的GPU 只要散热到位 几乎不会有任何降频 游戏体验极佳 不过苹果这边由于峰值实在太强了 所以降完频之后 GPU还是不弱 A13降频依然可以保持865的水平 而且降完频之后的A13功耗表现其实很不错 4.6W的GPU持续功耗实际上还比865机型低了不少 所以平时A13其实是很节能的 但是要让它躁动起来 就要有非常大的能源消耗了 而在安卓阵营里 每年的高通GPU依然是顶尖水平 海思的GPU方面还是稍微差点火候 当然也没有落后太多 麒麟990的GPU依然有855Plus的水平 反正这一代865的GPU相比前代也是在挤牙膏嘛 差距真的不大嘛 不过麒麟的GPU没有像高通那么稳 光明山脉跑了7分钟之后 990还是出现了降频 降频的幅度比980要大 但是比起以前还是好看很多的 你看看970的这个降频 这哪能叫降频啊? 简直就是瀑布屏好嘛 而且如今的麒麟在功耗控制上还挺有一手的 麒麟990的GPU持续能耗比虽然不及苹果 但已经做到了接近高通的水平了 要知道它的这个GPU还不是最新的G77呢 说到G77 这次比较大的惊喜还是来自天玑1000家 我从来没想到联发科的旗舰GPU 可以有一天做到不掉队 GFXBench的峰值性能 天玑1000家甚至和麒麟990 5G旗鼓相当 这9颗G77的优秀确实功不可没 不过在实际游戏中 天玑1000家的GPU发挥并没有像跑分那么好 光明山脉差不多是略强于855的水平吧 好在连续的高压下 这颗GPU的性能输出还挺耐久的 并没有出现降频 功耗表现虽然不如麒麟 但也不错了 对于联发科来说我觉得可以接受 可用性还是很强的 最后就剩三星了 三星的这个数据有点意思 用上了G77 MP11之后 Exynos 990的GPU峰值性能相当升等 甚至比865还高出了点 但是你别被它的峰值性能迷惑了 如果长期满负载游戏 它的曲线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同样是一分钟真难燃 苹果的降频还是一个比较有迹可循的曲线 可Exynos 990的这个降频曲线 真的太迷了 我能给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撞功耗墙了 Exynos 990光明山脉的峰值功耗高达7.3W 更要命的是玩游戏的时候 两个CPU大核的负载还挺高的 刚刚我们也看到它的CPU部分有多恶心了 那我有理由怀疑SoC内部也许出现了一些抢功耗的情况 三星能把两个电老虎塞进同一个芯片底下 也真的是勇气可嘉 反正Exynos 990这个芯片实际游戏表现真的一塌糊涂 点评完了旗舰 咱们就该说说终端了 终端这里面最亮眼的你觉得是谁呢? 我觉得是麒麟 麒麟的高端可能打不过高通 但是它的中端确实还是挺给力的 尤其是麒麟810和820这两代芯片 CPU性能堪比上一代旗舰 有效地推动了其他厂商的进步 而新推出的麒麟985就不太强了 那依我说985就应该起名叫做820PLUS会比较好 CPU性能并没有超过980 感觉用在3000价位并不是很值得 它的唯一优势就是功耗比较低了 至于高通的终端 如果要用三个字来形容 那就只能是挤压膏了 高通历史上也就660这一代 终端CPU的进步比较大的 在这之后终端就没用心做过了 今天的765G相比三年前的660 多核性能居然只提升了29% 最新的765G更是想通过超频 操操了事 这夹高程度 跟英特尔都有的一拼了 好在用上了UV工艺的765G 在单核和功耗方面还算有进步 今年765G机型终于把CPU烤机功耗降到了2.6W左右 在高通以上算是比较低的了 而超了频的768G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功耗又暴增至4W 能耗比甚至还不如12nm的G90T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嚼石棍 768G和其他几个竞品相比毫无竞争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选手是联发科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天机1000加还不错的表现 其实天机的终端做得也不错 比如天机1000L因为用了A77架构 所以它的单核性能还是挺强的 多核性能则略逊于麒麟985和麒麟820差不多 另一颗天机800大核是低频的A76 所以单核表现一般 但多核还是要强于765G和麒麟810的 还算不错吧 不过联发科的功耗控制总共还是差点意思 天机1000L在性能接近了麒麟985的同时 功耗却达到了4.4W 快要赶上麒麟990了 天机800的功耗表现还算可以 但也略微高于765G和麒麟810 你看同样的性能甚至更新的架构交给联发科去做 能耗比上依然是做不过海思 联发科有心突破自我 但是研发实力上还不太允许它完成逆袭 只能说暂时跟上了大部队的节奏吧 在视频结稿的时候 联发科又推出了天机820 号称比尖麒麟985 但是我看它用了4个高频的A76 这个功耗怕是低不下来了 等我们拿到实机再来聊聊吧 至于三星的Exynos 980 这玩意儿除了大核用上A77 单核比较强之外 就没有任何优点了 多核败给765G和70810 功耗也比天机800高了不少 已经快赶上G90T了 这8nm工艺似乎不太靠谱 为了娱乐 我们在终端这里还加入了英伟达Tegra X1 事实证明至少在CPU部分 Tegra X1还是太弱了点 哪怕2.1GHz的满血版本 也只有骁龙636的CPU性能 更不用说Switch上这颗降频到1.0GHz的半残费了 甚至比自家上一代的KE还要弱 我真的很佩服Switch游戏的开发者 必须要全力降低CPU的负载 把所有的重活累活都交给GPU去做 才能比较好的发挥出性能 往这个上面移植大作太不容易了 不过终端手机的CPU往往缩水并不严重 但GPU却一直是一个重灾区 尤其是高通这边 你看这765G都写着个G字了 这颗GPU的峰值性能还是只有835的水平 和旗舰865比的话连一半都达不到 更惨的是6C SOC 哪怕是最强的675 它的GPU相比765G还要缩水一半以上 连骁龙810都不如 高通中端GPU真的太寒酸了 好在稳定性方面 现在的中端还是比以前的高端好点的 大多数中端的高通GPU都和865一样 基本不降频 唯一的例外是768G 我都说了嘛 这玩意儿是脚屎棍了 GPU的功耗对比前几年的高端效龙 这些终端也确实要低上不少 反正性能就这么点 我也不指望它们能耗多少变了 相比之下 海思的终端GPU给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去年麒麟810的GPU已经接近今年的765G了 而麒麟820的6核G57分值性能更是比765G强了30% 已经离骁龙845都不远了 不过GPU再多出两个核心的985倒是很普通 受限于单通道内存 麒麟985的GPU并没有比820强多少 同样不如麒麟980 持续输出方面 中端麒麟的GPU同样不降频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 不降频的985仍然打不过降频的980 功耗方面 麒麟810和820的GPU功耗都和骁龙765G差不多 能耗比做得还算不错吧 至于联发科的GPU 说实话 今年天机的进步还是蛮大的 毕竟是7核G77 天机1000L在规格上就比较给力了 再加上双通道内存 带宽比麒麟也更合理 它的GPU性能是可以高一下麒麟985的 天机800搭载的则是4核G57 性能接近765G 光明山脉的压力测试 这两颗天机GPU同样不会降频 功耗控制上 用着ARM最新GPU的天机表现还算可以 天机800的GPU功耗甚至比765G更低 但天机1000L的GPU就比起麒麟985 功耗略高一点了 不管怎么说天机系列的GPU还算靠谱吧 至少没有让人失望 相比之下终端的另一位选手三星反倒走起了联发科的老路 Exynos 980的GPU使用了5颗上一代的G76核心 它的性能依然没有打过麒麟810 得益于极为拉垮的8nm工艺 在跑光明山脉的时候 它的功耗甚至比麒麟810还高了点 达到了3.3W 这么糟糕的能耗比实在丢人了 终端GPU的最后 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存在 英伟达的Tegra X1 我知道Tegra的GPU很强 但没想到这么强啊 2019款Shield TV上搭载的满血Tegra X1 GPU性能甚至接近了骁龙855 即便是Switch上的缩水版X1 底座模式仍然可以接近麒麟820 掌机模式也有骁龙730G的性能 由于这几台Tegra X1设备都有风扇散热 所以它们的GPU也是完全不降频的 不过功耗问题就无解了 这个芯片毕竟设计出来不是给手机用的 就不要指望它的能耗比有多好看了 看完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高端和中端芯片 接下来我们就要面临一个陌生领域 低端芯片 我们从来没有人关注过低端芯片的发挥 毕竟我们发烧友虽然在意性价比 但是四五百块钱的饥荒 你敢买吗? 那不管怎么说 反正我们买回来也来测了 由于有些低端芯片跑不动Geekbench 5 或者还是32位的老架构 所以我们CPU这里换用Geekbench 4看看吧 果然高通的低端水还是挺深的 尤其是骁龙的4系列 439这8个核心加起来 还没865一个核心来为快呢 比起自家前几年的神油625也要更慢一些 海思的性能稍微好一点 麒麟720F的CPU可以做到骁龙636以上的水平吧 林发科这边现在市售的芯片P70和P60 CPU性能都还行 尤其是多核部分比起高通还是良心一点的 低端还有一个多件的芯片 是紫光斩锐的SC9863A 这款国产芯片基本上和439比较接近 至于几款比较特殊的芯片 我们也跑了相应的成绩 放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看了解一下 功耗方面低端确实有低端的好 骁龙439的CPU满载功耗只有1.6W 这样的芯片比手表用都能勉强塞下了 如果再配一个5000mAh的电池 确实是老人机绝配了 相比之下 新710F的功耗就太高了 前面看性能还不错 没想到功耗有点失控 满载4.5W都已经自家990的水平了 感觉用在需要续航的低端机上好像不太合适 连发科这边 功耗表现也是一般般 低端因为都是老架构 老制成 可能功耗比中端还高 也是挺正常的 发科做的至少要比710F厚到一些 至于紫光的SC9863A 受28nm工艺的拖累 功耗要比439高出不少 但也还算一个合理的水平吧 再来看GPU GPU真的是低端机型软肋了 你看看这高通439的GPU 基本上就宣告了这玩意儿和大型游戏无缘了 相比之下 70710F和联发科的两款芯片 GPU至少都是可用的水平 但也都不怎么样 哪怕和N年前的旗舰机相比 气能都差了不少 而SC9863A的GPU部分 比439还要再差一点 我说实话 PowerVR的低端GPU 在安卓上一般都不是很推荐的 性能和兼容性都挺拉垮的 功耗方面 GPU的情况和CPU差不多 439一如既往的节能 710F的GPU功耗比CPU好的点 但是还是很高 联发科的两款低端的GPU能耗比还算凑合 而SC9863A毕竟性能有限 功耗能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也算是意料之中吧 高中低端都说完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个比较特殊的阵营 那就是桌面机 我主要指的是A12Z这个怪物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能 我们也和各种妖魔鬼怪对比了一下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Geekbench说到底还是没有像SPEC那么严谨的 我们虽然做了跨平台的对比 但是X86处理器有些特性是Geekbench没法利用上的 比如说ADX指令机 我们只能比较一些共性的东西 反正仅供大家参考吧 以前老版本的Geekbench在PC上不是很准确啊 但是我们这个i7-1065G7跑Geekbench 5的测试结果 其实和SPEC的结果基本相吻合 我觉得还算客观 A12Z如果论CPU性能的话 应该还是打不过i7-1065G7的 因为A12Z的频率定的太低了 4个大核2.3G 4个小核1.5G 还是上一代的老架构 它的单核其实不及A13 i7-1065G7虽然只有四核八线 但是全核3.5G的i7-1065G新架构也不是闹着玩的 功耗这一块因为测试的标准不一样 我就不放X86了 A12Z的CPU部分其实没比A13强出多少 所以它的浮点功耗自然也没高多少 CPU烤机10W甚至比骁龙810还要低一点 不过我们也知道苹果A系列真正牛逼的应该是GPU 果然不出所料 A12Z在GFXBench中的成绩就非常不得了了 它的GPU峰值性能比i7-1065G7要高出一大截 这个表现甚至已经接近比如像MX350这种入门独显了 A13的GPU峰值性能也已经超过了i7-1065G7 苹果牛逼是一方面吧 但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英特尔的GPU太能挤牙膏了 从4代到10代COMELEC 可显根本就没进步 也就i7-10X终于有了一点提升 这要是不被移动端追上 我都觉得奇怪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 苹果这么爆炸的GPU分支性能也是用爆炸功耗换来的 iPad Pro这颗A12Z游戏功耗可以达到17.6W 这已经不比一些轻薄本低了 而且因为被动散热 这个峰值性能并不能持续多久了 不过降频情况在我们这次测试里还体现不出来 因为光明山外的负载已经没法满足A12Z了 iPad Pro全程跑满60帧 你说这让我们测试起来如何是好呢? 至此我们基本上是把市面上比较重要的一些芯片都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相信大家对这些芯片的水平都心里有数了吧 我觉得除了性能的分析之外 大家可能更关心的还是实际游戏中的发挥 所以我们在这60多台机器上都装了崩坏3 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吧 我们刚刚在光明山外里 大家统一都是最高画质 跑不动也得跑 那我觉得崩坏3这么高不合适吧? 你说我测最高画质测出来每台机器都是十几二十帧呢? 有的机器只有个问数 那你真的不考虑降点画质玩吗? 我们还是尽量做的更有参考价值一点吧 崩坏3这个游戏分三档画质来测试 第一档就是预设的超清画质 我记得之前的版本好像还支持高刷新率的 现在的版本居然已经砍掉了 也是米一致操作 我们只能统一锁60帧来测 然后其他这个选项里 有一个对有特效开关 这个开或者不开差别非常大 我们第一档高画质的测试把这个全都开起来 第二档是预设的中画质 在中画质的基础上我们再把锁帧开放到60帧 同样我们也打开对有特效 最后一档就是最低的流畅画质 给那些老设备准备了 那我们把帧数也开放到60帧 但是这个选项我们把对有特效给关掉 每一台机器我们连测五遍噩梦难度4-16 计算平均帧和最低帧 有些同学可能想看这个后奔 我觉得后奔的卡顿可能主要是游戏本身的问题 跟性能不一定有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标准吧 噩梦4-16上三个角色同时放技能 崩坏3 我说实话 一个三年前的游戏放到今天 性能要求仍然非常高 而且压力似乎是与日俱增 高画之下就算是最新的高通骁龙865 都没办法保证全程跑满60帧 所有设备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A12Z 但是相对来说 苹果阵营的表现确实要比高通普遍更好一些 A13和A12都能很流畅的全开奔坏3 但是A11就不好说了 至少iPhone X还不行 iPhone X的双层主板极大的限制了A11的发挥 我们测试的第一遍 其实是可以跑到50帧以上的 但是从第三面开始就疯狂的过热降频 平均掉到了40帧以下 表现不太稳定 我觉得单纯主板的8P可能会比X好很多 有趣的是 两款更老的iPhone 由于分辨率比较低 现在玩崩坏3的表现其实并不逊于iPhone X 搭载A9的iPhone SE 崩坏3全开仍然可以跑到平均30帧以上 高通这边如果你想要全特效流畅玩崩坏3的话 845以上的机器是必不可少的 规格再低的话最高特效就不能保证有30帧 比较有意思的是麒麟这边 崩坏3的Unity引擎似乎对多核心规模大的GPU更加友好 比如麒麟990的发挥甚至比855Plus还要好一点 980也能接近855Plus 而规模小的GPU比如麒麟985就表现糟糕 比起980都差了挺多的 和820没啥区别 这里还是要向弹幕里的朋友补充一句 我们的测试都是强制固定分辨率运行的 大家不用担心厂商这边的一些特殊的优化手段 联发科这边和刚刚的光明山脉一样 天际1000加在崩坏3中的表现并没有跑分那么好看 性能基本接近855Plus 比起麒麟990 5G还是差了点 但天际1000L的表现倒是比麒麟985强了不少 看来双通道内存在这个游戏里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三星的Exynos 990 我都没脸看了 这玩着玩着就开始疯狂吊针 卡的生活不能自理 表现还不如自家上一代的9820 我猜测还是和之前一样 很有可能是CPU和GPU功耗都太高了 互相打架导致的 这颗芯片的设计非常不合理 最后我们也测了桌面端i7-1065G7的表现 比85Plus要强一些不如865 崩坏3的桌面端是Unity重新打包原生运行的 并不是模拟器 但是桌面端哪怕开移动端的画质 性能好像也不是特别理想 游戏的优化和和弦的驱动支持 我觉得都得背脸过 高画质的崩坏3已经有一些主流芯片跑不动了 那我们不如降低要求来看看中画质吧 中画质就反映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高通现在中端最强的7-6-8G 崩坏3差不多接近两年前旗舰845的水平 平均可以跑到45帧左右 上一代中端的730G 差不多可以达到835的水平吧 可以跑到30多帧 也就是甜品和旗舰芯片 在崩坏3这种主流游戏里大概差了两年多的时间跨度吧 纵观整个中端阵营不出所料 这个麒麟820依然是表现最好的 中画质50多帧其实已经可以升仓了 开高画质我觉得也问题不大 研发科这边的情况和高通骁龙差不多 天玑800玩崩坏3和765G是一个水平的 中画质可以跑得很流畅 而Exynos 980再次不出意外 比这几家都要差一点和730G表现更接近 另外崩坏3并不是一个单纯吃GPU的游戏 对CPU也有一定要求 所以Tegra X1在这里就表现不佳了 受CPU的拖累满血板也不过30多帧 赶不上835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阵营有几款设备的内存只有一个G 已经完全不能玩崩坏3了 运行一会就会闪退 BOS之前的这些苹果设备 现在真的是没法用了 不过对于低端安卓机来说 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啊 我们最低特效的测试 很多机器仍然跑不到可玩的帧数 哪怕是性能不那么差的骁龙636 平均也只有24帧 从测试结果来看 你至少得有骁龙660以上的性能 才能保证最低特效下能玩崩坏3 这个游戏的硬件门槛还是相当高的 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来看一下吃鸡的情况 吃鸡这个游戏说实话 光测帧数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腾讯给每台机器都限制了能跑到的最高画质和帧数 所以我们一是测了功耗 二是归纳了一下我们手上这些机器吃鸡能跑到的画质和帧数 我们这里不涉及软件解锁 所以说我们只看游戏原生支持的画质和帧数 可以跑到60帧 但是iPad的情况就很奇怪了 据我所知 搭载了A12的iPad mini 5是可以跑60帧的 但是iPad Pro就不行 无论是老款A10X还是新款A12Z的iPad Pro都有被锁 这也许和iPad Pro的分辨率有关 但我觉得依A12Z的性能 应该不至于带不动60帧的HDR画质吧 再聊聊高通这边 旗舰机只要是835以上都支持HDR高清画质 835和845锁了40帧 855以上开放60帧 但是中端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即便性能不输835 768G和765G还是锁了高清30帧 不过功耗也是因此控制在了比较低的水平 这里面比较让我没想到的是665 665玩吃鸡只能开均衡画质锁25帧 这个待遇比660还要差 我觉得665真的是有点坑地 华为阵营这里 比麒麟970以上的旗舰机都可以开HDR高清 980和990都可以跑60帧 970的上限给到了40帧 但是性能太拉垮了 实际只能跑到30帧左右 有趣的是 985虽然和820没啥区别 但是游戏还是给了HDR40帧的支持 可820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么强的性能却只能和720F一样的待遇 所在高清30帧了 联发科这边 天机1000家虽然性能很强 但是腾讯也只让它跑HDR40帧 和天机1000L是一样的待遇 而P60以上的其他芯片 统一都是高清30帧的设定 至于三星又来了 每一次聊Exynos我们都是在编师 Exynos 990最高HDR40帧 更过分的是 这玩意儿在锁40帧的情况下 功耗仍然达到了3.7W 前面865锁60帧都只有3.1W 这台欧版的S20 Plus 游戏续航和发热都很成问题 除此之外 其他家的参测芯片统一都被锁在了均衡25帧 就连Tegra X1也不例外 我觉得它并不是跑不到30帧 只是官方没做适配吧 好了 节目做到这里 我们所有的测试项目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简单来总结一下移动端各家的情况吧 首先苹果的A系列芯片 从A11之后就领跑整个移动端了 现在的A13当然还是手机芯片的霸主 尤其是GPU部分 和最强的对手比起来也有一年半左右的领先 安卓阵营目前还很难追得上 虽然苹果这么凶残 但是安卓这边的领头羊高通却越来越佛系了 高端、中端性能都在挤压高 好在发挥也越来越稳定 这两年的功耗发热翻车的情况相对较少了 我觉得高通现在对基带、ISP和AI等其他部分的重视程度 已经超过了CPU和GPU了 并不是说这样不好 但是现在的高通给外界呈现出的一种状态 就是一种无心恋战的感觉吧 它真的需要一些外力刺激一下 以免得秤进尺了 华为的麒麟芯片现在势头倒是不错 在980以前 麒麟是催牛不打草稿的典型代表 但自从980问世之后 麒麟芯片越来越进得住考验了 不仅高端慢慢接近高通 中端超越高通 更是在能耗比上进步显著 这两年麒麟芯片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可以夸奖一下的 A43已经非常优秀了 我们比它更加优秀 联发科的情况有点复杂 前几年的坑叠表现 让联发科在中高端市场上信誉全无 如今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了 想要通过天玑系列力管狂澜 借助最新的ARM公版方案和稳定的发挥 天玑这一次也确实没有白费努力 诚意还是有的 尤其天玑1000加的表现非常不错 但在这个市场上 产品力恐怕不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走出了第一步的联发科 能不能真正在销量上取得一些成绩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至于三星这个龟儿子 那可比联发科糟多了 Exynos不管是中端还是高端的表现 都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曾经的安卓之光 现在成了功耗高 发热大性能翻车的代名词 三星也不是没意识到这一点 下一代的猎户座会全面欺容自研的猫右核心 并且GPU部分有可能会和AMD进行合作 还是希望它们能够重回正轨吧 最后 英伟达虽然早就无心恋战 跑去车企那边捞钱了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Tegra X1直到五年后的今天 仍然有极为强大的图形性能 只可惜无比差劲的CPU拖慢了它的节奏 苦了不少Switch的开发者了 我现在有点期待Switch未来的升级产品 会用上什么样的芯片呢? 今天我们所有的数据汇总出了一个巨大的Excel表格 根据这些数据 咱们也归纳出了三张移动端的性能图 第一张是CPU的性能天梯图 评分的权重上我们单核性能占到30% 多核占到70% 第二张是GPU的性能天梯图 第二张是GPU的性能天梯图 权重是GPU的峰值性能占50% GPU的持续性能占50% 所以会算入降频的情况 第三张就是综合起来移动端SoC的性能天梯图 CPU占50% GPU占50% 请注意这张图里并不包含功耗表现 也不包含AI性能 ISP性能 基带性能 这些不太好量化的东西 所以只能供大家参考 并不是说越往上就越推荐的 为了方便展示这些图表和数据 我建了一个简单的网站 socpk.com 三张天梯图都放在这个网站里了 你们想下载的都可以去看一看 并且一些测试的原数据 一些曲线什么的 我们都会放到网站里面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参阅或者转发 我们不做任何限制 只要你别把极客弯的名字抠掉就行了 网站名字很好记 socpk.com 记住了没有 为了这个测试 我们努力了一个多月 收集了大量机器的数据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测完的手机 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了 拜拜